为服务考生科学填报高考志愿 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学习强国 山东学习平台共同推出 十通高考系列荣美访谈 本期受邀嘉宾来自泰国博人大学 泰国博人大学位于泰国首都曼谷市区 创建于1968年 是以经贸为主的一所私立大学 现有学士学位学科60个 硕士学位学科17个 博士学位学科6个 是泰国第一所推出中文教学国际课程的大学 目前近三万人的大学 其中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用中文授课 也就是将近十分之一的学生 泰国博人大学目前60个本科 中国留学生可以选择用中文来授课的 目前有四个专业 国际贸易 金融与会计 旅游管理 艺术设计 泰国博人大学开展本硕博三个层次办学 同时和国内多个学校有合作 包含高中 中职 大专 本科院校等 我们采用的是中式管理 西式教学的方法 本科学制四年 硕士学制两年 博士学制三年 对本科在最短的时间内 可以三年结束本科的课程 硕士可以最短一年半的时间结束硕士的课程 本硕联读我们可以在四年半的时间结束 学费远低于欧美学校 就业选择方向广泛 学生归国后可以享受海归政策